他是世界第一美少年 却因为太美而遭遇祸害 他是伯恩安德森 是第一个火到日本的西方人 是单美漫画的原型 他的面孔美若天使 但他的命运却多于恶魔 他自小被父母抛弃 因为长得美 被外婆带着到处试镜 15岁那年 他被知名导演维斯孔蒂选中 出演《魂断威尼斯》 从此开始了一生的曲折 《魂断威尼斯》 讲的是一个中年诗意的男作曲家 陶醉于一名美少年的故事 导演非常喜欢他 于是组了一个 几乎全是同性恋的团队 想把这个故事搬上大荧幕 来试镜的美少年多不胜数 但博恩是第一个 让导演心生贪婪的人 试镜时 博恩被要求走两步笑一笑 但紧接着他被问到 可以脱衣服吗 于是在那个满是成年男人的房间里 博恩脱得只剩一条内裤 他们把他从头到脚拍了个遍 不停赞叹到太美了太美了 就这样 博恩禁足了 为了保持博恩苍白的肤色 导演禁止他在阳光下玩耍 这对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来说 有点难 但他很听话 因为他从未见过父亲 对导演有着像父亲般的依赖 但在电影首映后 他被导演组灌醉带到gay bar 博恩说他什么都不记得了 但他记得那些成年男人 看他的眼神 好像是他们死死看着我 就好像在看一块美味的肉 博恩明白自己是被利用了 但他没有能力拒绝 他只能酗酒发泄 后来经纪人把他送去日本上节目 为了让他有好的状态 给他吸了毒 他本以为大家喜欢他 但他仅仅因为一些谣言 便遭受铺天盖地的唾骂 但他在难过的同时 还得像个宠物一样 和各种成年男人打交道 他不再想拍戏了 想做自己喜欢的音乐 但他外婆却不允许 有一次 他演奏了一首李斯特 人们纷纷为他鼓掌 他开心极了 这时 有人过来跟他说 哇 原来你还会有点技能 这句话让伯恩心生愤怒 根本没人关心他的梦想和灵魂 大家只关注他的脸 为了躲避这一切 他和女友跑到了 哥本哈根结婚生子 当一切都归于平静幸福时 他的儿子夭折了 当时他就躺在旁边睡觉 等他醒来时 发现被子蒙住了孩子的头 孩子没了呼吸 尽管孩子被诊断为猝死 但他却认为是自己害了孩子 一直陷在自责中 走不出来 又开始酗酒 他的生活再次走向失控 不久后 妻子也离开了他 他说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段时光 那段自己不属于自己的时光 那些伤害就像一个做不完的噩梦 长长久久的缠着他不放 让他没力气没勇气重新开始 他就这样浑浑噩噩 生活到六十多岁 直到脸上布满皱纹 美丽容颜不在 他才好像能够平和生活 因为那张美若天使的面孔 他这一生受尽苦难 他完全有资格怨恨这个世界 怨恨美丽 但当记者询问他时 他却说 我这一生跌宕起伏 但我相信美没有错 我听到这句话是真的热泪盈眶 这是什么样的气度 什么样的善良 他让我觉得他配得上泰格尔那句 世界已痛伦我 而我却抱之以歌 他是真正的勇士 我却抱之以歌